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10岁以上的差距 所以我这次邀请他 我是很想要来问问他说 这个年轻人到底都在想什么 因为现在我带这个团队 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伙伴 那我也希望可以用年轻伙伴的视角 可以跟他们来做一些沟通 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八年级末段班的阿平现身说法 然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说 跟这个就是年轻伙伴甚至是说 将来就是即将进入这个社会的九年级生 那跟他们沟通呢有什么就是一些比较关键的点 好那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先来聊一下工作的部分好了 我自己是就是有听一些就是可能 是叫弟弟妹妹吗 有说听说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工作官 可能会比较不执着在传统就是什么公司正职的工作上啊 愿意尝试就是不同的工作形态 或者是用一些斜杠的方式增加收入 阿平你觉得是是这样子吗 我自己来说的话 其实我是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对就是 没有一个既定的一定要怎么样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在传统公司呆过 对我呆过台湾最大的玻璃产业公司 是 对他也是最大家的 那个时候也在公司的制度下学习到蛮多 不一样的东西的 对 那在 可能更新创的公司或是自己斜杠的模式来 也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两种都可以接受 对那现在有很多就是 有一些调查出来啊 会说好像那个网红是现在新一代年轻人 就是最向往工作的number one 是不是 那你自己会就是有想过这条路吗 或是你身边的朋友呢 我自己是没有想过因为 哎我长不够上相 是但是我身边是真的有在做网红的朋友 对 对他是我 大学经济系的同学 哦 他那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迷上了 比特币 对这个东西 嗯嗯是 他就努力专研这一块虚拟货币这一块 哦 他现在是 算是币圈界网红的大人物了 哦真的哦 对 所以他是从大学的时候 他就自己开始在 就尝试在当网红这一块是不是 大学那时候还是在学习而已 OK 对 就我所知他是在 毕业之后才开始 专职当网红的 对 然后重点是 我还是跟他修同一堂课的 就是在学 虚拟货币的 为什么他学到东西好像跟你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对啊 哎呀 但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当网红这条路也是很不容易的啊 因为你看你同学这样子 肯定是不容易的 我常看他的现实动态 就是 熬夜工作到两三点啊 对 然后隔天还需要七八点就起来跟别人开会啊什么的 因为你看他其实他会需要就是有自己钻研的时间 然后也要有就是录制的时间 然后如果说你还要加上后制的这些时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是 但是那为什么你觉得年轻人会就是对这个流星 是他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吗 还是说觉得这样时间很弹性啊 什么之类的 我会觉得应该是 就是时间弹性是一个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 比较重要的是 他算是 可能也是在我们这个世代之下 YouTube网红这个职业爆发以来 就会觉得说 看起来这些网红艺人他们的生活都是 很自在的 望鲜亮丽的对不对 因为不会呈现不好的一面 对都是很自由 然后感觉又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可以赚钱 对 但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啊对啊 那像阿萍你自己是选择就是业务类型的工作为主吗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尝试这种业务类型的工作 因为好像跟你 你刚刚说就是你念经济系嘛 好像就是没有很直接的连接 因为我 蛮喜欢跟人交流的感觉 嗯 对我喜欢跟人互动 然后去了解 对方的想法 对 对 是那我觉得当业务就是 跑来跑去的 然后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对 广结善缘的概念 是是 很有趣 了解了解 其实我觉得当业务 跟当网红有一个特殊的共同点 因为其实都是要跟 让别人信任你 就是让别人就是相信你嘛 因为才会有后面的继续收看啊 或是成交啊 那我觉得背后其实还有一块 我觉得其实在纪律这一块 反正是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越弹性的工作你越是需要你自己去管理自己 是没错 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公司可能他不见得会把你的时间绑得那么紧 可是你在这些你自己的时间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反而就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 是 阿米你会觉得这一块是一个挑战吗 一开始在做业务工作的时候 会不习惯没有人告诉你这一堂课要上什么 这样吗 说实话 真的会 是喔 对对对 因为毕竟刚从 大学体制出来 然后就是 每天可能上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 这样子已经习惯了 就照表操课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 真的自律会需要花蛮大的 一段时间来 习惯跟学习 对对 就像可能有些人他 可能高中啊 到了大学之后 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突然就知道那些时间要怎么运用 但是其实有时候 人跟人之间 的差别 然后他进步多少你进步多少 其实就是插在这些背后大家看不到的这种时间里面 对不对 真的真的 很有感 对啊对啊 真的是这样 对 那阿平我有个好奇 还有个好奇的点 就是说 你是念经济系的 而且其实你也是蛮知名的这个公立大学 那那时候你没有想说要就是继续升学吗 因为我自己 对念书这一块实在是没有兴趣 哈哈哈 但是你还是好好念毕业啦 对啊 我就想说 都那么努力考上这样子的大学 对啊 至少念到 拿到学试学位 对不然好浪费对不对 对啊对啊 继续升学的比例高吗 其实大概一半一半 而且 很多都是选择 出去国外 所以说继续升学的人 他会选择出去国外 然后可能他就是想要进入职场的人 其实比例也不低耶 就算是这种就是蛮高的学服 是是是大概就是也是一半左右 对啊 那大家从事的行业大概是哪些呢 以经济系来说 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像说 经济系毕业应该蛮多会进去 什么银行啊 金融业对不对 对啊 但其实我身边进入金融业的以前的同学 大概才 我认识的才两个而已 比例很低耶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经济系算是 学的 专业知识比较广泛一些 然后比较通才型 比较通才型 对 就是可能学了五个 然后五个都不经 哈哈哈 是是是 那我上次认识蛮多的 同学他们都是进去 像是会计事务所啊 或者是进去 转工 科技业这种的也有 了解 好谢谢阿平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下一段 我们来聊生活的观念 欢迎大家回到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Alice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丽雅真信社 非常年轻的一位伙伴 阿平 然后我们来了解 从她的这个视角 来了解一下 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那我们第一段呢 就是聊了一些工作相关 升学相关的事情 那第二段呢 是想要来跟阿平聊聊说 就在生活观念的部分 那就我自己的认知 我感觉就是好像 大家会觉得说 现在的 也不只说现在的年轻人 应该说现在的社会氛围 就是工作者 大家越来越觉得说 工作很重要 但是其实生活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能够保留下班后自己的一些时间 还有持续发展自己的兴趣 阿平你怎么看呢 这种风气 我觉得是 确实是 大家愿愿崇尚 对 对 可能是 从欧美过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 对确实欧美国家 它的那个 工时 可能就是 相对不是我们那么长 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提倡 加班的文化 是 但是好像 他们其实也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成果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台湾的氛围 确实是有在改变的 就是说好像不再就是完全是强调说你一定要 加班的时间很长啊 等等的 然后你才是工作表现好 没错 对 而且就是 很多时候 你在 你花很多时间在这个 就是公司里面 你有时候到后面 其实效率未必那么好了 所以其实还不如就是说你是一个在一个比较专注 然后精神好的状态下 然后你去投入在工作上 而且其实生活后的就是下班后的这个生活的平衡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以阿平来说 你下班后通常都在做些什么啊 是 像我自己的话 平常下班时间我 比较常 花最多时间是在 运动 喔运动吗 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我比较喜欢是 跑步 以前我在重训 现在比较少了 对 是因为都没有时间了 哈哈哈 不过我们就是昨天才在跟一位教练聊这个 重训的重要性 有空的话还是可以恢复一下重训的习惯 没问题 对啊现在 肌肉都不见了 都变肥肉了 对啊 因为我会觉得说 保持运动习惯算是 消耗掉 剩余的体力之外 也是可以 保留 活力的一种方式吧 因为 古代人就是说 活动嘛 要活就要动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 动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那个 就是兴趣 而且我觉得自己觉得啦 因为我自己其实 因为我当然我现在就是 怀孕的关系 所以就是运动的 频率没有那么高 但是在之前 其实我也是长期就是 保持运动习惯 像 就是我健身其实已经有大概10年的时间 对虽然说没有到说 真的要练要赌壮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对我的维持肌力呀 然后以及维持就是我的 体力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都那么累了还要去运动 但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你就是累才要去运动 对 对就是你运动他就会促进一个正向循环 当然你一开始要踏出那步会觉得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有 呃养成这个运动习惯之后 其实你的精神啊体力啊 然后你做很多事情 都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累 对不对 真的真的 这也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你跑步都是自己跑吗 是你会参加什么 就是 呃不同的社团啊之类的 我都是自己跑比较多 所以你在健身房跑步 我都是去外面的 马路河滨公园 这样子 对 你比较喜欢吹风的感觉 是是是 那除 嗯你说 对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 运动的时候 我习惯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对对 如果太多人一群 可能纠团运动的话 虽然 会比较热闹 可能也有比较有 持续下去的动力 但是 在节奏上的配合 可能就要 比较花精力 所以你喜欢这种个人 疏压的感觉 是 那除此之外 阿平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就是说很 很喜欢的这个 你的兴趣 是 我个人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能跟百分之 七八十的男孩子一样 我个人非常喜欢车子 哦 是 我从我对车子的喜欢是大概从 国小国中就开始了 哇 哇这个就是与生俱来的 是是是 那个时候就是 疯狂的去认识各种的 路上的 不管是豪车啊 少见的车 或者是 甚至到超跑这种 对 是 那这份热爱到我现在 还是非常的喜欢 嗯 我拿到驾照之后 可能就是延续了我对车子热爱的关系 嗯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开车多疯这件事情 哦 可能 有些人很难想象 但是 对我来说 开车真的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对 像是比如说 今天上了一整天班 对 可能被老板怕 然后公事很多 处理不完 加班了两三个小时 才下班 我就提着公事包 走到车上 当我按下解锁键 坐上车子那一刻 对 我自己会觉得说 好像一切都没那么累了 天哪 真的真的 我有这种感受 所以你就很喜欢那个空间的感觉 是不是 我觉得有一些 哦 对 那除此之外 你还会就是 比如说你喜欢车是喜欢它的速度感吗 还是有些人你喜欢就是车子研究它的机械啊什么 因为这方面就是我就比较不懂一点 就你觉得它的迷人之处是在哪里 我觉得都有吧 是因为就像是 跑车的话 大多数就是它的 速度感 对 那 像是一般的豪车什么的 它的机械结构啊 或是它的里面的舒适性 跟它的 功能的多样性 对 也是蛮令人着迷的 对 对啊 我觉得 各有千秋 你就觉得很迷人这样子 那你会就是研究 像机车类的吗 我机车这部分我就没有研究了 对所以你比较是在汽车类这样 是 那它是不是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力跟目标让你想要多赚一点钱 对没错没错没错 我的梦想是 可以买到一台 可能进来台湾要 快两亿台币的 车 天哪你的目标真的好高喔 像你真的要努力一般才行的 还在努力中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Alice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年轻的伙伴阿平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聊的议题是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们让八年级末段班的阿平来现身说法 那我们在前面两段呢 我们聊了他的就是 工作观 升学的部分 还有就是 在生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还有阿平自己的兴趣等等 那在第三段呢 我们想要探讨就是 金钱观这件事情 因为 就是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那对呀 所以就想要了解一下 就因为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 年轻一代 可能大家也会有就是要储蓄 和理财这样的想法 那甚至有蛮多年轻人就很令人激赏 他可能会在 蛮年轻的时候就知道 就是自己要去 钻研这一块增加这一块 的知识 但是呢 这个又跟上一代那种 拼命省吃捡用的模式 似乎是好像不太一样 嗯 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话会偏向说 钱 够花就好 就是不用特别去储蓄 哦 嗯 所以你会就是 比如说一个月收到薪水 你会怎么样去分配它呢 分配的话 有点像我上一节讲到的 在车子方面 我会花费特别多 因为我很常开车 跑来跑去的 会是修车吗 还是说改车这个部分 我这块 不是修车也不是改车 就是单纯的 油钱啊 停车费啊 这一些 这一块就是 因为这是你的兴趣 所以其实你比较愿意投资在上面 是 我花得很快乐 所以你自己平常不会特别就是要求你自己就是要储蓄啊等等的 储蓄 不 不太会 但是我 每个月都会把 收到的钱做规划 哦 怎么说 就是说 房租要付多少 生活费付多少 对 然后给车多少 可能出去吃喝玩乐多少 对 所以你会其实会妥善的 也是会管理自己的支出啦 不至于到说就是说 可能入不敷出啊 这样子的状况 是 可能 也是跟经济系别有关系 是 那你这样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你会想要就是有投资吗 因为你刚刚前面有分享到就是你有个同学他就是 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比特币这一块 但是这也是自己要有一些就是 资本才有办法开始 开始学习这一块吧 对不对 就我所知我那个同学他好像是 好像几千块就开始开始做了 然后他做到现在是 已经是 赚到几千万了 是 真的很厉害 对 对 那投资方面的话 因为我还 还没有开始想到这一块 算比较懒啦 对对对对 比较懒的话 可能就是要选一些比较懒的工具啦 像我自己呢 我也不是那种就是 对于 投资这一块 就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我自己都是觉得说 如果我自己 不懂的东西 就不要去做很复杂的操作 像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那个比特币啊等等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行的 然后 就是不止比特币啦 就虚拟币权 好像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就是钱放进去啊 就会涨啊 而且是那个涨幅是很惊人的这样子 但是我那时候一直就是秉持的说 因为这东西我不懂 然后我也不觉得说 呃我能够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 会不想要就花太多时间去 尝试这个东西 那我就会把我的就是 比如说 如果有额外的钱 我就会放在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 比如说我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就是 比较稳健的ETF啊 类似这种的 或者是说 一些有配息的股票啊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它的变动不会太大 而且其实我就是 我也是一个很懒的人 就是说你要叫我每天去看那我就觉得很累 然后最好是买了之后呢 就永远我就不用去看它了 然后我就可能等 十年后 好像有赚钱啊 这样子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模式 这样子听起来不错 对啊因为我其实有从那个比如说 迪卡一些年轻人版上面 大家其实也会有在讲说 其实有一派人他确实就是比较激进的 然后就是他也不是激进 就比较积极的 他会去尝试很多这种新的工具 但是有一派人就是 诶确实就是 像我这种比较懒人的操作法 对所以 阿平也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你看 未来可以用一些比较懒人的 的方式 好啊好啊 那另外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说啊 因为讲到金钱观啊 就是说 现在的情侣之间啊 其实好像会有 蛮多不同的支出模式 那像以前的 模式可能比较多是 男生就是 出钱为主 如果说出去约会的时候 可能男生会出比较多钱 然后感觉男生就是 要负担比较多 但其实现在感觉上其实 越来越多不同的形式 像是 情侣之间可能会有所谓的 AA制 AA制就是 基本上均分嘛 比如说 吃一餐饭多少钱均分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 AB制 AB制也就是说 一方稍微出多一点 然后一方出少一点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制度 那像比如说 AB你自己在看这件事情 还有你身边的人 是怎么样看这个 就是情侣之间的 这个 金钱的分工 因为金钱也是蛮容易 吵架的一个点 哈哈哈 对啊对啊 我自己的话 我跟我女朋友的相处是 比较偏向 互相的 A0制 就是可能 这餐我出 下一餐就我女朋友出 这样子 我们并不会去特别计较说 可能这餐600块 下餐800块 你怎么付比较多这种 对对我们也不太会计较这种 因为 呃 我觉得 就是互相吧 对 也是要看 跟你在一起的人 跟你相处的人 他的 个性怎么样 哦 可能有些人真的就会比较计较这个 那 也没办法 哦 对啊 天哪那这样子我也是年轻人的 因为我跟我老公也是这样子的模式 对就是我们 从交往说就是 反正有时候这餐你出 有时候这餐我出 那个你出我 就是不会算得很清楚 就是双方都会出 因为 其实我们也都有工作嘛 我也不需要就说 我都要靠我对方要 然后 我也愿意就是说 有时候是不是 我来负担 就其实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 就是这样的方式 其实还蛮自在的 就我不用每餐去算钱啊 我觉得好累哦 就是有时候你出 有时候我出 我觉得这样子 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嗯 看来我也是 就是有年轻人的一面 哈哈哈 好 好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好欢迎大家回到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Alice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是我们一位年轻的 八年级后段班的伙伴阿萍 我们前面呢 跟阿萍聊了一下 年轻人的工作啊 生活啊 还有就是 金钱关 那接下来我有个非常好奇的点 就是说 这个 感情关的这一块 那不知道就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 好 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啊 到底为什么要生小孩啊 甚至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一个口号 叫做 不婚不生快乐一生 尤其可以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上看到 如果大家就是 对于说他到底要不要结婚啊 或是结婚后有一些 双方磨合很辛苦的地方 下面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推这一句 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阿萍你觉得啊 结婚会是你人生中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吗 是 对我而言来说 我会想要结婚 可能就是 从小 就是在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吧 就觉得说 结婚应该是人生中 必经的过程 对 就是选择一个 愿意与自己 相守一生的人 是 感觉很浪漫 嗯 那你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年纪 踏入婚姻啊 我给自己的目标是30岁之前 要结婚 就是30而立的概念 对 阿萍你也是有一些传统的地方 哈哈哈 可能是因为我是双鱼座吧 对 比较浪漫 但是你不会就是因为在我们在这一行里面 你不会因此的有一些 迟疑的地方吗 就是因为看了一些客户的案例 你心里会受到影响吗 嗯 我觉得就是 信奉我们老板的名言 相信身边的人 哈哈哈 你也相信他 是 是 我自己也是 因为其实 也会问说 我们就看了这么多这样的案件 会不会因此的不相信爱情啊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呃 就是说 我觉得 不会全然的受到这个的影响 是因为我觉得重点是 你跟身边人相处的这个感受 还是是你自己最知道的 没错 那你不需要用太多就是别人的案例 然后好像就是 呃 别人的这个状况啊 然后套用到你自己的情境里面 因为其实每一对 呃 情侣 每一对就是 每一段关系 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从中去感受到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一些感情啊 互动啊 然后是不是适合的 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就是 呃 自己才知道啦 对啊对啊 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 数大必有枯枝 是这样讲吗 这个概念嘛 就是一定其实也会有相处的很好的 也会有相处没那么好的 只是说我们的行业的特性 就是 都是看到不好的内面 对就是说因为比较 我们是要去帮客户去解决 那些就是他已经遇到婚姻问题 婚姻感情问题的人 所以就会觉得说 这个比例蛮高的 但是其实也有就是 经营的很好的啊 只是说 这些人他可能比较 目前不需要我们的服务 没错没错 我很高兴就是说你也是有跟我一样 就是保持对着这个 这个婚姻的热情 没错 我也想要问一下 那可是你是这样的想法 你身边的朋友呢 会不会现在的年轻人其实 不想结婚的比例 其实蛮高的啊 就我跟他们聊 其实 想结婚的比例还是偏高 但是可能就是 岁数不会 那么年轻 对 可能会往后到 三十五岁啊四十岁这种的 了解 就是说要结婚的那个年龄 可能会是再拉高一点 对 但是还是会觉得说 其实是想要有 婚姻关系这样子的 是 但是就是 生小孩的比例 因为生小孩的比例就是 是确实是没那么高的 对 那你自己会想要生小孩吗 我的话会 因为我蛮想知道 我女儿会长得多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我可能认为你的女朋友应该蛮漂亮的 所以会让你就是 想要就是 看到你的小公主的 是 没错 对啊 那你会想要生几个小孩啊 我自己理想状态是两个 就是因为我 我自己也是有个姐姐 对 那从小就是 她是跟我一起 一起玩啊 一起长大的 嗯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的小孩应该也要有一个 可以陪她的伴 对 长大的过程会 比较快乐吧 我觉得 有我真的有觉得阿萍你有跟我有一些那个 就是共同处 这样我突然觉得我也是蛮年轻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现在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 第二个小孩 然后我也是有一部分也是觉得说 啊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兄弟姐妹 而且我们家还是总共三个小孩 那也会觉得说 对确实就是 嗯 因为父母会老嘛 那 你会觉得就是说 到了年纪比较大 其实有兄弟姐妹可以讨论一些事情 是蛮好的 没错 对然后如果说拉到比较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有兄弟姐妹可以互动 真的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是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我也蛮喜欢就是家里的这个 就是 有兄弟姐妹可以在那边玩耍 但因为吵架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都是成长过程中一个 蛮好的一个养分 对啊也算是一个 慢慢社会化的过程吧 对 是是没错 因为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 好像感觉就是 你也只有跟大人相处的经验 可能跟同才之间互动就没有那么多 对啊 嗯那我还有个问题很好奇 就是说 阿平你会觉得说 婚前同居这件事情啊 是不是其实 还蛮有助于可以了解彼此的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我会觉得会 因为 像我现在就是跟我女朋友 同居的状态 是 那 毕竟 之后结婚就是真的是 24小时 可能除了上班时间啦 对 就是其他时间全部都是密在一起的状态 对啊还有还没有人降助查 各式各样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 在生活状态下是 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刻 是 那 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可以 我觉得是更全然 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人 哦 对 因为其实也有看到啊 就因为 像我们也有经营那个就是 靠北婚姻的 这个粉丝团和社团嘛 是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时候夫妻他们在争执的点啊 不见得真的一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习惯 然后可能就会 让彼此就是有摩擦 然后就是小小的摩擦累积起来 其实就会 去影响彼此的感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 同居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 你各自的保护一定还是要做好 因为毕竟还没有婚姻关系 如果现在有小朋友的话 就是对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 没有那么好的状况 但是如果是在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的状况下 先试着就是了解彼此能不能相处 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毕竟彼此都是来自于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 刚就说了 就是连兄弟姐妹都会吵架 那何况是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然后生活习惯 各方面都不一样 那你们一开始同居的时候 会容易吵架吗 我跟我女朋友都算是 个性比较 温顺的人 我们不太会想要起争执 对 可能真的有不合的地方 我们就是 我们是会好好沟通的 是了解 好 我觉得这样很棒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听一首歌 欢迎大家回到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Alice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 是我们公司一位非常年轻的伙伴 阿萍 那我们前面就是了解了一下这个 八年级末段班的阿萍 在就是各方面不同的 工作 生活 金钱啊感情啊各方面的观点 那其实在这个最后这一段呢 我是想要跟阿萍聊一聊 就是 在这个 我身为主管啊 跟就是年轻人之间的互动啊 因为我其实是青年级生嘛 然后青年级生在我们 其实以现在这个 时间点来说 青年级生也慢慢的成为主管 那其实 坦白说 没有人是他已经学会当主管了 他才成为主管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当主管之后呢 我们才慢慢的在学习 就是说怎么样 去 当一个好的主管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团队的成员 其实都不一样 那可能比如说 如果说年纪有些落差的话 更是需要用一些不同的思维来管理团队 那我自己呢 是觉得说就是不管对于七年级八年级 甚至是 九年级之后 更年轻的工作者来说 那我觉得 一个尊重的态度 跟就是给大家一个发挥的空间 其实都蛮重要的 而且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阿萍你自己觉得呢 什么样的主管 会让你觉得是就是你会想要 就是持续的跟随他 而且你会觉得自己是有所成长的呢 在我目前的 工作经历里面 其实我遇到的主管都是 讲直白一点就是蛮严厉的 比较严厉的那种 其实我不会讨厌 我会觉得说蛮幸运的 因为就是有一个愿意 用很严正的态度教导你的人 对 我觉得在工作上遇到是 很幸福的事情 对所以说其实你自己蛮重视说 能不能就是身为主管能不能告诉你说 就是 可能你哪里做的 没那么好 哪里做的好 然后让你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是吗 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 对我来说会比较有方向 对 与其自己在那边可能 可能自己在那边闭门造居 对 有人指导方向肯定是会比较快的 所以其实你蛮可以接受说主管可能用一些 用就是 比较严格一点的态度 来就是 代理嘛 对不对 是我可以接受 但你觉得就是说以你的 同学啊 大家来说 其实 因为通常 比如说同学之间聊天 吃饭 多多少少一定就会抱怨一下公司啊 抱怨一下老板啊 那你觉得说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们是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吗 还是说 其实 大家其实自己算 抱怨归抱怨 但是都知道说 其实这是一个成长毕竟的路 你跟同学之间会聊这件事吗 我觉得 就像 Alice姐刚刚说的 抱怨归抱怨 但是 生活还是要过 对 有点偏向这种感觉啦 嗯 那 嗯 其实 在 我对他们的了解 对我 朋友同学的了解 他们在 工作上遇到的 主管都是比较偏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那一种 哦 是 对 我自己听起来会觉得说 怎么会 遇到这样子的主管 对 反而就是比较想说 息事宁人啊 你可能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问太多问题 然后我会觉得 因为太多问题就代表挖掘出更多的问题 对 对 我会觉得这样子其实会很 很可惜啦 对 对 是 理解 那我可以理解说你为什么觉得说 其实反而会指出问题 因为他其实就是 有想要去解决问题 然后有想让你去成长 是 没错没错 对因为像我知道就是说 伯哥其实在带新 新人的时候 他确实会有他严格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去做到他的要求的话 确实就是那个成长的 幅度会是明显的 是 没错 对啊 我觉得你这样的观点其实蛮好的啊 因为 不会说觉得说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就是 主管不想管事啊 我们大家都不想管事啊 反而就是 以你来说你会觉得说 其实这是会让你有所成长的 而且听起来你的同学其实也是觉得说 如果说在工作中 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他们反而对于说如果主管不作为 他们反而就觉得 比较不喜欢这个环境 对啊 对啊 那你觉得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因 比较会让你们就是不想要继续再待在这份工作啊 我记得我 那时候好像 我记得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 好像是马云吧 他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 一个人离职 只会有两个原因 是 第一个就是 薪水不到位 对 第二个就是 受委屈了 对 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到道理 哈哈哈 是 是可以归结为之两个 没错啊 对对对对 那以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 因为在我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 我希望是可以一直 持续成长 对 做到更多 我以前认为我做不到的事情 那如果 真的哪天如果我 发现我在这份工作 没办法 有所突破 有所突破的话 对我可能就会考虑 转换个跑道 试试看 了解 嗯 我觉得我们有就是阿平家的伙伴其实就是蛮幸运的 他其实很年轻有活力 然后可是他其实 在很多想法上 我觉得他是想要进步的 那我觉得最后归结来说 就是听了你刚刚这些分享 我觉得其实 就是所谓的年龄之间就是的鸿沟 其实他不见得是 必定会存在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不同的 就是想法 而且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反正我们是用 比较开放一点的心胸 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是多沟通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最怕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既定的想法 然后其实你完全不能接受 可能别人有不同的观点 或不同的想法 那在相处上面当然就是会比较辛苦 那当然如果说公司有一些 比如说一定要遵守的规范 这个是一定要遵守的 但是在一些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 或是观点上面 其实有时候多沟通 多去理解 其实你会学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不只是 就是伙伴们在学习 就是我身为一个主管 其实 大午也是要保持这个开放的心胸 我们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做法 然后新的工具等等的 就是相信对于整个团队啊 其实都会有所进步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谢谢 就是 阿品伙伴来跟我们分享这些 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晚安啰 拜拜 拜拜